高雄一名男子騎車疑似轉彎 沒有離讓執行車 跟另外一名騎士發生了碰撞 雙方人車慘摔 男子的機車還一度失控 撞到店家騎樓才停下 另外在台南北區一名駕駛轉彎 疑似沒有注意到執行機車 也發生驚險意外 騎士執行到了路口 看到前方車輛突然左轉 來不及煞車硬生生撞上 這一撞雙方騎士重摔倒地 而換到另一個角度 車禍當下遭撞機車還自己跑走 只見機車脫離主人 就像脫江野馬 自己在馬路上奔駛 一路撞上店家才停下 事發在11號中午12點多 高雄前征區二勝二路 當時74歲成心騎士要左轉 疑似沒有離讓執行車 跟19歲零星騎士發生碰撞 好在兩人傷勢沒有大礙 跑走的機車也沒有波及無辜 另外在台南也發生驚險車禍 大馬路上車來人往 一輛轎車緩緩轉彎 下一秒近發生意外 猛烈撞騎士整個檀起 撞上轎車車門 重摔倒地 機車則是一度失控 衝向機車帶轉區 嚇壞周遭擁路人 事發在同一天早上 8點多台南北區小東路 陳姓女駕駛 一次轉彎沒有離讓執行車 不慎撞上汪姓男騎士 造成對方身體多處擦挫傷 所幸兩起意外 雙者都沒有大礙 但騎車上路千萬別一時貪快 該離讓的就要離讓 別讓類似意外已再發生 記者台南高雄綜合報導